行政員,但CSV我覺得是最簡單的 如果你要Gate的話 他基本上好像似乎不太需要什麼特別的技巧 大概就是什麼 你幾個動作,CSV部分 其實就幾個 其實就是把資料餵給他 然後呢找到他的那個 encoding 是哪一種格式 前面講過你可以用 這個記事本打開來另存心檔看看 然後呢再用什麼呢 Notepad Plus裡面看一下 所以基本上你下載的東西 大概看一下他這個 裡面的東西 像這一邊在資料中顯示這個檔 按右鍵 其實Notepad Plus打開一下 這邊就會顯示出來 那其實編碼 如果你不想用那個 就是記事本開的話 其實這邊編碼有時候會顯示他是UTU8 上面會有一個格式 他是UTU8 那如果微軟的話是ANSI 你可以看一下他到底是哪一個 大概就有一些 蛛絲馬跡有機可循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你就是可以套用我們之前講過的方法 那直接怎麼樣 直接就是可以把它用encoding 用UTU8 然後Sprits的話呢就是加這個 並且把資料可以把它print出來 那這樣子的話呢我們就可以看到最後的結果 那這樣子的話呢我們就可以看到最後的結果 另外第二個是那個傑森檔的格式 傑森檔的話呢基本上他長得跟剛剛那個台北市政府的那個傑森檔有蠻類似的地方 第一個他這邊一定 他也會有一個中刮戶 有一個中刮戶開始 有一個中刮戶結束 所以呢如果 以這個 例子來看喔 其實也可以基本上利用剛剛那個範本 所以你可以整個怎麼樣 基本上不太需要改什麼 你可以把資料整個把它抓下來 裡面的話包含什麼 第一個我把它用那個Evo 把那個網路上的資料抓下來之後轉換成List 轉換成List之後的話 再用剛剛那個Dictionary有沒有 把它 找到它裡面的ListView 切過來一個List 然後呢 再把它怎麼樣 用append串串串 串完之後再塞給Database 你會發現這資料其實很快就可以下來了 所以有些東西你可以什麼 套一些公式嘛 反正Jason看到也就 不過特別注意喔 你們可能要觀察一下 以後你再去找其他的 有一些沒有中刮戶 如果沒有中刮戶 你就不能用 一樣的方法做了 你可能就要改別的方法 OK 或者甚至那個 他的Jason格式比較特殊 可能裡面還有包含還有植物件 他可能把它包裝成一個物件 物件裡面又有植物件 那個可能解析的方法 就要用另外的方法了 所以 不過目前看起來 大部分開放資料 他不會那麼變態啦 弄一些奇怪怪的東西 但是還是用一些比較 基本的key value的架構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資料 用剛剛的模式 可以試著把它抓下來 另外的話呢 XML OK 這個也是大家其實還蠻關心的 不過我看一下網路上分享 抓取往 XML的那種相關範例好像不太多 所以我就直接用 官網上面的說明 那我又試了幾種啦 像剛剛提到那個 官網上面提到的那個 他第20個章節 這個有關 XML的抓法 我發現好像這個方法 最簡單 用eTree的方法抓 那這個eTree的方法 其實只要怎麼找到 他的 他那個最上層那個 那個Tag 然後再去抓底下 他的 Child 他的那個 Child 的那個Tag 跟他的 Tester 就可以把裡面的資料 把它 抓出來 那這邊的話呢 不過會有個問題 我不知道這有沒有其他的解法 就是說 如果我把它讀取 如果我這邊呢 給他一個 這個什麼呢 網址 比如說我們 可能我本來想說 我直接把那個 行政院這個官網 的網址 複製貼給他 未給他喔 他不接受 他不能是一個網路的 一個網址來源 他一定要是一個檔案 檔案OK 但是呢 他不接受是一個網路上 所以這怎麼辦 那我就乾脆 好吧 你不能 你不能 是一個 那我就幫 我就先抓下來嘛 我們前面有講過啦 抓下來存檔還不簡單 對不對 你把它存成一個 XML的檔案 然後我再去開啟不就好了 所以我可能分兩段 一個是 把這個 下載存一個 XML的檔 第二段就是用那個東西 去把它讀起來 不就OK了 所以也是可以解決啦 那待會可以 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喔 他的架構一定是一個 最外面這個 有沒有 而且喔 他這個結構 好像就是一個Tree 就是一個數 這個數是主幹 有沒有 那裡面的話分枝 分枝的話呢 就是一個Data Data裡面又分枝 但他這邊一二 大概就三層而已 所以呢 最重要的主幹之外喔 最重要就是這個Data 所以呢 你只要抓這個Data 因為我們主要是Data 下面的東西 所以你要知道你要抓什麼東西的上一層 你就告訴他說 這個下面那一層的東西 我都要 他就幫你抓回來了 OK 就大概這樣的架構啦 不過當然XML還有更複雜的 不過我看網路上面 基本上 放的也不會是很複雜 很變態的那種格式啦 沒事幹嘛放 你Open Data 你還弄一些奇怪的東西 那就 很怪了 所以大部分都是這樣的架構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已經知道架構 但是我要怎麼把它 抓下來 OK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請各位大家了解一下 這個CSV我想比較簡單 可以把 剛剛的那種方法 看看有沒有快速的 可以是不是套用一下 馬上就丟到Data Base裡面存起來 OK 那待會呢這個做完之後也許 我們再來看XML 而且你可以先觀察一下 它的架構 其實這個Tree我覺得還蠻好理解的 反正裡面大概就這些東西 裡面就一個一個Data Data裡面呢一定會幾個欄位 藍位名稱 然後放什麼東西 主要是把這個東西抓出來 OK的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這個是 行政院的環保署 的官方網站 的那個Open Data 裡面 就放的是 PM2.5的相關 資料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三種格式啦 我們都能夠 針對我們需求去把資料抓下來的話 那該怎麼做 以後像Jason答案格式啦 我覺得 你可以把它標準化 像剛剛我們已經做好了 下載 然後用 Execute Menu 直接可以輸入到Database 那其實 我剛剛也試了一下把什麼 把剛剛的那個Database 把它 另存 改成PM2.5 那並且其實好像改了幾個地方 第一個 網址改一下 因為他也utf8不用改 Database改一下 Table name改一下 那 資料 藍位的名稱 其實有時候很懶的話 我剛才用那個有點像Excel一樣 ABCD就好了 因為說真的你要去想那個名稱 或者是你要把 那個名稱 複製貼上也頗麻煩 乾脆我們只是為了說 Data能夠放過來 我測試一下 那我就用一個 ABCD這樣最簡單 就像Excel一樣 Excel其實也是很偷懶的 所以大家為什麼這麼喜歡用Excel 因為Excel其實 真的用起來是簡便 然後再來的話呢 一樣就是讓我Excel 不過 我這邊Excel的話是建立Table 這邊都沒改 其他的話只有這個名稱 我是 一樣因為他會有個中刮符 所以我可以用Evo 把資料呢 把它 解析過來 再一個一個把他的Dictionary 他的字典檔 字典的部分結構 抓過來之後的話 再把它解析Append 另外的話 Insert into 我覺得這個還蠻好用的 因為我只有把這個Table名稱改 問號少一個 因為只有五欄 一個問號 我覺得這個非常棒 因為 以前卡關很容易卡在這裡 現在如果用問號來 基本上不用管 是不是要單引號 的這個問題發生 其他的話就會入線 所以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很快 資料就進去了 再來我用什麼 當然你可以用下一個語法 不過我偷懶一下用那個 SQLite Browser 再把它 DN2.5這個 開一下 裡面的資料就全部看到 其實基本上沒有改很多東西 所以基本上 以後 網絡上Json檔 馬上變Database 其實有點像 套一下範本吧 甚至以後你可以寫一個 自動產生器 自動把那幾個欄位 自動修改一下 他就馬上變出來了 這樣不是很簡便嗎 其實真的不困難 不過這些東西 如果會了馬上就對了 OK 盡量不要鑽那腳尖 像如果你實在是 過程當中有錯誤 盡量把你的名稱 盡量用越簡單越好 為什麼 越不容易出錯 我發現你們錯都是 而且這種東西 可能是一個地方錯 你幫改那個地方 有時候可能改 好幾個小時都是為了找一個錯誤 其他明明就沒有錯啊 為什麼一直跳出錯誤 當然這種經驗我也是有啦 但只是上課我一定要先把它 確認這是OK的 不然的話 總不可能一直在try吧 上課一直在try 時間就try完了 OK所以特別注意 基本上我有把 剛剛那一段程式放在雲端上 你也可以拿來當範本 OK 好那再來的話呢 最後我們 我們 就是要再來看那個 最後 那個xml這個部分 那這個xml 其實蠻重要的 這個我剛剛提過啦 就是他的root 裡面會有一個我需要的 所以特別說 主要是要針對你需要的 不是針對你需要的上面一層 這個應該是算他的爺爺吧 這個上面 這是他爸爸 這是裡面的小孩 那你一階一階的關係你要搞清楚 那細節部分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請各位參考官網 其實我也是從官網裡面找答案的 官網裡面的那個 其實就找那個Python的官網 其實就Google那個Python嘛 我們最早 第一天上課那個 官網這個Python的Documation Documation有沒有 其實就是從這邊去找 就是 它裡面就會有一個什麼 Library Reference 那其實 Python裡面有的功能 通通在這邊找得到 所以如果你要一手資料的話 這絕對是最可靠的 因為在Python官網提供的東西嘛 那其中的第20個章節 裡面 當然我每個地方都把它看一下 各種方式也盡量試一下 但我發現總要找一個最簡單的吧 你最後試完之後哪一個是最 你總要找一個方案吧 你總不能每個都可以 每個都 每個都不知道 怎麼 哪一種方法 所以最後 我發現最簡單的是這個 ETREE這個 那我就把它實作了一下 如果 相關細節 請各位自己看一下 它怎麼爬這個 XAMP 它有相關的說明 所以它這邊有一個 所以第一個要什麼 把它INPO進來 那INPO之後把SET 就是一個 簡便的名稱 因為這一串這麼長 你要拿這個放在前面 太長了 所以我們通常給它一個縮寫 別名 叫ET ET 怪怪的 OK 就一個名稱啦 那你叫E也可以啦 你如果再簡單一點 那從裡面爬什麼 把 那個我們需要的檔案位給它 然後從這個ROOTS 這棵樹有沒有 去 抓到你要的東西 所以呢我根據這個地方 我把它改寫成 我們要的資料 所以第一個我們從那個 行政院的官網裡面看一下 那我要的是123 我從DATA底下我要Find這些所有的東西 那至於有幾個他會全部幫你把他Find 你就Find all就可以了 所有的 底下有幾個小孩 你全部幫我找出來 Find all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基本上 就程式來看一下 但是我剛剛提過 首先第一個你要把這些資料 全部抓出來的話 你不能 這個給它一個 這個PASS資料 你不能夠 給它一個 網路上的路徑 他不接受 你必須是給它一個實體 已經抓下了 PM2.5的一個XML OK所以這邊的話我已經把它爬下 那問題來了 你要怎麼先把它爬下 所以 我就另外額外再寫一支程式 叫做Write 底線XML 其實這個程式很簡單 我想前面都講過 第一個是Import 也是一樣用Request 用Request裡面的那個什麼GET 把XML這個網址貼到後面 讓它GET之後的話 encoding一樣是UTF8 我們看過了 另外的話 用Open 之前有沒有想過嗎 開的話是用R 如果你要寫的話 我們用W 檔名的話 因為我把它放在同一個路徑底下 檔名叫PM2.5 PM25.XML 那 編碼方式一樣是encoding UTF8 OK 就是讀是UTF8 寫也是UTF8 最後的話呢 把這些東西把它Write出去 把什麼東西呢 把下載到的東西 Write出去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執行完之後 這個把它刪掉 Delete掉 它本來這個檔是不存在的 我把它Write出去之後的話 這個時候的話 它就幫我 當然沒有錯誤訊息 表示已經成功 但是呢 你現在如果沒有看到的話 記得就是 我的習慣是在這個 Package上按右鍵 把它Refresh一下 因為呢 它如果 重新有檔案 放進來的話 它不會馬上顯示出來 那我那個PM25 在這裡 所以你執行完之後 假如沒有看到這個檔案的話 記得你要按右鍵 把它Refresh一下 不然呢 它不會讓你看到 它這個檔案已經存在了 所以這個地方呢 當然很簡單 就是下載 把它Write出去 存一個 這個檔案 這邊就出現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再去讀取 那就沒有問題 因為我已經Write它了 所以接下來第二個步驟的話 就是 再建一個Module Module名稱也許叫 Read Tamelo PM25 OK 那一樣的方法 我是 從那個什麼呢 XM 就剛剛那個 Import什麼 這個 Aletree SET 一樣 我用這個ET 怎麼樣 去Parse 我剛剛的這個檔案 那把這個檔案呢 抓過來之後 丟到這個Pur 裡面 等於是一個 Root Root 就是最 最外面的一個 樹幹 那個樹幹裡面的話 請你幫我找一下 Find 這個樹幹 裡面的話 或許你也可以把它改成 Root 點 它裡面有個方法 叫Find All 這個FindAll 你告訴他說呢 你要找 是要在哪裡找呢 請你在那個Data Root的下一層 Data 請你在Data下面 其實這個結構呢 就是剛剛看到這裡 從這個點 下面一層 Data OK 所以它的結構 從這邊幫我找Data Data底下所有的東西 通通幫我找出來 因為我現在也不知道有幾個 反正你幫我找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有 1234 5個東西 OK 5個小孩 等於Data有5個小孩 那5個小孩呢 他一定會有一個結構 有點像Key跟Value 他的Key 他的名字 他裡面放什麼資料 有點像那個Jason裡面的KeyValue 那他把這個Tag標籤 這個叫Tag 裡面的Value 他的放的資料 那如果說我要把它 全部抓出來的話 那我就是把Data 裡面所有東西 第一個先把Data先抓過來 所以Data 幫我把Data 全部找到 OK 第二個的話呢 再幫我把Data 裡面所有的 C這個我其實就取一個名字 這個可能就child 他的小孩 先找Data 所以這一層是先找Data 再找這個Data裡面的所有 那每一個Data 應該有5個小孩 那把這5個資料 他裡面的小孩 用get a child children 把這個children裡面所有的 小孩有沒有 幫我把一個一個 抓到 child裡面 把所有的小孩 所以意思就是說先找到 第一個 那第一個的話呢 一定是 先把這個size 找到了 有沒有 然後再找第2個 第3個第4個 意思類推 總共5個 然後呢 他裡面的Tag Tag就是他外面那個 小於 大於 包起來的東西 那裡面的Tag 就是他裡面的文字 他再把裡面的文字 所以Tag跟Tags 分別 幫我抓出來 然後把他print出去 這樣就完成了 OK應該可以看懂這個意思 其實如果像 這種比較基本的差美了 用這個方式 來把他 解析 輸出的話 就 蠻快的 我們來試一下 執行一下 基本上 把網路上的資料呢 瞬間 他就會幫我把 他的Tag name 這個Tag 然後他後面放的東西 所以 你可以對照一下 網路上面的這個資料 看到的其實 就類似像這樣 有沒有 他的Tag 這個是指的是 他的Tag name 他的Tags Tags name Tags 有沒有 然後換下一個 勘體 然後呢 他裡面的東西 所以一個一個的 就從網路上幫你 卡下來了 OK 類似像這樣 所以你會發現 內容還蠻 蠻簡單的 甚至也沒有很複雜 所以將來如果你只要什麼 只要他的Tags 那你就不要 前面這個東西 裡面的東西就可以幫我 爬下來了 一樣的方法 Ig 假設差美了 你要把它 再丟到database 對不對 可以啊 你就把Tags的東西 抓下來 然後 串成一個 不是要串成一個List 可以試試看 你可以用 Excute Many 或者你覺得 Excute Many 不好用 也許你可以用Excute 反正資料一樣可以 插入Melo 到SQL line 這波應該沒問題 那最後當然會有同學說 老師那 以後我要執行的話 變成我要先執行這個 有沒有 如果可以update啦 網路上資料update 那我起不是 我要先執行一下 再執行這個 如果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把兩個併在一起 當然可以啊 一個方法是什麼 比較笨的方法是 把程式複製貼過去 放上面比較好 但這個好像 如果以程式的角度來看 這樣好像 不是很ok 所以呢 假如我希望 因為他們是放在同一個package裡面 這個package我取名叫p1 那我其實可以怎麼做呢 其實可以 直接在這上面 然後比較偷懶一點 直接怎麼樣 打一個write 就是把 他的module的名稱 再重新輸入一遍 但是呢 他現在還沒有偵測到 你會發現 這個偷懶的方法是 你可以打一個write.x 他會出現 他會去抓到說 你在p1package裡面 有一個write的底線差略美容的module 那他點兩下的話呢 他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上面這一行敘述寫出來 ok 你看可以懂的意思吧 因為 那個是一個module 可是在旁邊 那假如你不希望把程式 直接貼過來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啦 就是 from 哪一個package input 哪一個module ok應該可以懂那個意思啊 所以有時候同學看到 老師這怎麼上面有 from也有input 意思喔 如果你 只有input的話 大部分就input一個package 一個套件 那如果說 在from前面的話 from前面通常這個是一個package 那這個就一個module 那你如果有把 input進來之後 你就可以使用這個module ok 所以以後 如果你們寫的比較複雜一點的話 你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你就不需要再把程式call過來啦 扣過來的話 程式太複雜了 你就直接去呼叫他 所以 我如果執行的話 他就會先執行這裡面 也就是說呢 當然他不會 他不需要把他刪掉啦 其實把他蓋掉而已 所以 如果我重新再run一遍的話 理論上呢 他就會先run上面這一個 這個write到xml 然後呢 write出去之後的話呢 再幫我把資料給 讀取出來 ok 那大概流程是這樣 然後那我有把那個 剛剛寫的這兩段程式 也把他放在雲端上 所以 如果要參考的同學可以參考 第6支1 下面的部分 解析xml這部分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因為我們 這個行政院的那個網站 常常都會這樣 有時候可以讀 有時候又卡住了 像現在 他要卡住了 ok 所以 xml的話 我目前用比較簡單的方法 是用那個 這個 eTree 這一個 套件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方法啦 如果有 各位有興趣的話 官方網站上面都有 每一個 當然其實就 蠻花時間要去 看一下裡面 有沒有 哪一些 更簡單的 看起來好像食物這個方法 是最大的 就是Tree裡面去抓 底下下幾層 但感覺好像是最 最方便 而且最快速 ok那試一下 這個 有關xml的部分 那今天大概就是 講到 那個 把行政院 P2105這部分講 其他 後面的6支2 有那個 新北市的 這個 UBI 不過這個 複雜度更高 但 後面可能我們 有些範例也許就 沒辦法 就是 媒體都講 所以後面我們可能 再來就會跳到那個 也許就是 再來 截取那個什麼 網路上的資料 所以後面呢 除了用request之外 可能再來就會用到一個 非常重要 的一個套件 叫 就是 Beautiful Ship 4 這個套件 利用它呢 可以幫我去抓到網路上的資料 實現那個什麼 你看到網路上資料就可以把它抓下來 這個目標了 不過 網路上的資料 真的千幾百萬 複雜度也非常高 然後又有 GET 又有POSE 那 很多種 這個網站的 這個 格式 格式 所以 基本上我們還是先從簡單到複雜 回去如果有時間的話 可以先試試看把那個 Beautiful Ship 先把它 裝起來 然後試試看 利用那個 那個 檢視原始碼 還是要看一下原始碼 另外你可能如果對網頁沒有概念的 可能要 至少要了解 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HTML的標籤 基本那些什麼 最常用的 Table TDTR 那等等 第二個就CSS CSS 有class 可能要稍微知道一下 這個CSS裡面 如果你要抓取某些資料的話 通常會用class它裡面有一些 相同 類別 的資料 如果你想要抓取的話 通常也會利用這種方式來抓資料 OK 試試看 那些資料 我還要抓取 那些資料 我可以看